好,那下一个主题呢 要跟大家讲的是 Coreference的Resolution 那为什么我要把 Coreference的Resolution 特别拿出来讲呢 因为我们在讲这个 NLP的任务介绍的时候 我们说 NLP的任务 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八类 那这八类里面 你只要每一个类别 会一种模型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解 那个类别的所有的任务 那前提是你要有Data 没有Data 你什么都没办法做就是了 但是我说有一些例外 那我们就把这些例外 特别拿出来看 看这些例外 如果你要Deep Learning的方法 硬做的话 应该会是什么样子 那第一个例外 是Coreference的Resolution 那为什么要特别 把Coreference Resolution 拿出来讲呢 因为我们在介绍 各种不同的NLP的Task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说过说 NLP的任务 主要可以分成八类 而这八类NLP的任务 你只要 你其实都可以轻易的想到说 你怎么兜一个Neural Network 来解这八类的问题 但是有一些例外 那Coreference Resolution 就是一个例外 所以我们特别把Coreference Resolution 拿出来讲一下 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今天要用Deep Learning的技术 要End to End的Train a Model 你怎么来解Coreference这个问题 我这边加了一页投影片 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NLP的任务 都是博大精深 它们累积了各式各样 自己的Domain Knowledge 那这门课呢 我们只Focus在Deep Learning的部分 我只想讲我想要业配的东西 我只想讲一些有趣的 End to End训练出来的Model 有趣的硬券一发的Model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 我们课程里面有提到的这些NLP的任务 它有什么样的历史 有什么样的背景知识 那你可以参见 Dan Jorowski的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教科书的第三版 那这个第三版呢 直接在网路上 就可以载到了 你也不用买 那我们讲的课程内容 跟这个教科书的内容 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啦 那我们在介绍 每个NLP的任务的时候 我们会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来介绍它 那我们只专注在讲 每一个任务 End to End的方法 是怎么做的 那Coreference Resolution 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这边呢 就讲个故事 有一个人呢 叫做钟家波 他是一个不像资本主义 低头的有为好青年 这个故事的连结在右上角 那钟家波呢 有一天就遇到他的朋友 乐卡 乐卡骑着机车呢 要去加班 然后钟家波问说 你要做什么 乐卡呢 就说我要去加班 然后钟家波呢 就把他的拳头举起来了 他就说 我想想看 我能不能够回忆 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 我从我们的对话中 听出了结构性的问题 这是资本主义 这个是资本主义的毒药 这个是在美好经济自由 谎言之下的 我忘了 我的手已经不是我的手 我的手是人民的法锤 是人民的正义 我的手不锤到高墙 他不放下 然后乐卡就说 你不要这样子 你把老板打伤了 这样子我还要 给他去住院 然后钟家波就说 今天你说不要也没有用 我说不要也没有用 他说不要也没有用 这个是时代的洪流 这是无产阶级起义的第一声号角 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了 好 那在这个句子里面 这个他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他指的是钟家波 这个他 虽然我们没有明确的告诉你说 这个他是谁 但你知道这个他 举取拳头的人 不是乐卡 而是钟家波 然后钟家波说 今天他不锤到高墙 他不放下 这个他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他 虽然我们没有明确的说 他是什么 但我们知道说这个没有生命的他 指的是钟家波的拳头 这个没有生命的他 指的不是钟家波 指的也不是乐卡 他指的是钟家波的拳头 好 那这一种可以告诉我们每一个代名词 他实际上指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这件事情就叫做 coreference resolution 好 那coreference resolution 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 他的重要性是这样子 假设今天有一篇文章 告诉了你这么一个 人民的法锤的故事 然后接下来问你说 什么东西会锤到高墙 那如果是一个很烂的QA model 他只会看字面的意思的QA model 他可能就会回答说 什么东西会锤到高墙呢 他直接从字面上看 发现是一个叫做 他的东西会锤到高墙 他可能就很憨的回答他 然后就是一个很蠢的答案 那过去的QA model没有那么强 所以在前端呢 你往往会先做一个coreference resolution 告诉他说 每一个代名词实际上指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如果你先做coreference resolution 你就知道说他指的是中加坡 而这个没有生命的他指的是中加坡的拳头 接下来你就可以把每一个代名词 用他实际上指的东西把它换掉 你就把这个人字编的他换成中加坡 你就把没有生命的这个他换成中加坡的拳头 你就得到了一个很拥的文章 这个文章内容是中加坡奔着乐咖 举起中加坡的拳头说 中加坡的拳头今天不锤倒高墙 中加坡的拳头不放下 这个没有人写文章会这样写的啦 不过对机器来说 你就要写得这么仔细 这个QA的model才看得到 所以今天问他QA的model说 什么东西锤倒高墙 他看到说中加坡的拳头今天不锤倒高墙 中加坡的拳头不放下 他就知道说中加坡的拳头会锤倒高墙 但是coreference resolution这件事情 在今天的QA里面 也许已经不是那么必要 如果你看今天最state of the art的QA model 都是end to end的trend了 就是也没做什么coreference resolution 直接给他一篇完整的文章 然后问他问题 他直接就会得到答案了啦 里面有代名词什么也不特别处理啦 反正会得到正确的答案就是了 那...呃...所以... 但coreference resolution 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甚至有一个东西叫做 Winogren Challenge Winogren Schema Challenge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希望可以取代 图灵测试的比赛 图灵测试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嘛 就是想要机器跟人讲话 然后让你觉得说他是一个人 那已经有满坑满谷的machine 说他们通过了图灵测试 但是今天告诉你说 有什么机器真的跟人的智力一样 我相信你也不会相信的啦 我知道你也不会相信的啦 但是...呃...呃... 因为今天在这个图灵测试里面 有太多方法可以去... 狡猾的欺骗人类 有太多的话术 可以让一个不聪明的机器 卫装成一个聪明的机器 让你觉得说 嗯...他应该就是真人 让你觉得跟他聊起来很开心 哦...所以今天 Winogren Schema的挑战是说 机器能不能够直接面对挑战 不要藏起来 不要用各种话术来欺骗人类 直接面对挑战 什么样的挑战呢? 那个Winogren是什么? Winogren其实是Terry Winogren 是一个计算机科学家 然后他的旁边... 我在Wiki上不知道为什么 找到他的照片就是... 嗯...旁边有一个骷髅啊 我也不太确定是... 是什么意思 在想... 在想到一个故事 我也是去参访多伦多大学 然后他们图书馆里面 就放了一个骷髅 我就问说 为什么图书馆里面 要有一个骷髅呢? 难道是有什么隐喻吗? 告诉大家说 生命苦短 所以大家要拼命求取知识吗? 放一个骷髅在图书馆的门口啊 告诉你说 今天你马上就要变成这个骷髅啊 还不赶快拼命来求取知识 然后就问导导... 老懒说为什么啊? 老懒就说 没有啊 因为今天万圣节 哎!就这样 那window grandschema challenge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QA的问题 它的问题是这个样子 它给你一个句子 the trophy 就是奖杯 will not fit in the brown suitcase 这个奖杯放不到行李箱里面 因为它太大了 然后问你说什么东西太大 这显然就是一个correferent resolution的问题 你要知道说这个it指的是什么 到底是奖杯还是这个行李箱呢 当然我们人一看就知道说 它太大了 是什么太大 是奖杯太大 但对机器来说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 如果花一个问法说 这个奖杯放不到行李箱里面 这个就是炫耀文 因为它太小了 什么东西太小呢 是行李箱太小 但对机器来说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 对人来说很容易 但今天这个Winogren Schema Challenge 它期待它可以取代图灵测试 它就是要急起来解 correferent resolution的问题 要把correferent resolution做好 从这些问题里面看来 所以就不是那么容易 甚至机器需要对这个世界的 这个物理的世界 对这个世界的知识 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那其实correferent resolution 更正式地说起来 是这个样子的 当我们人在说一段句子 在说一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试图在对方的心里建构一个场景 而我们讲的句子里面会有一些文字的片段 去指涉这个场景里面的entity 去指涉这个场景里面的东西 举例来说 当我告诉你中加波瞪着乐咖 举起他的拳头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叫做中加波 有一个人叫做乐咖 然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而这边每一个指涉 我想要在你心里建构的这个场景的 里面的东西的词汇的文字 就叫做mention 所以一个句子里面会有很多mention 每一个mention都指着 我要告诉你的故事里面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中加波它是一个mention 乐咖是一个mention 然后它是一个mention 那如果两个mention 它所指涉的是同一个entity 就他们的文字不一样 它表面上看起来不一样 但它实际上我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 想要指涉的是同一个entity的话 这种现象就叫做co-refer 把co-refer的mention找出来 就叫做co-reference 所以其实co-refer的mention 并不只是要把代名词跟其他名词串起来 就把代名词跟其他名词串起来 是我觉得比较容易让你理解的一个讲法 但其实更正式的讲法是 我们需要把一个句子里面的mention都找出来 然后再找出说哪些mention指的是一样的东西 哪些mention有co-refer的关系 有一些mention呢 它在整个句子里面可能只出现一次 比如说乐咖只出现一次 那这个东西就叫做singleton 然后呢 今天被指 就假设有两个mention 他们有co-refer的关系 那比较先出现的那一个啊 叫做antecedent 这个叫做中文通常翻译成先行词啦 就比较先出现的那个mention 叫做antecedent 比较后出现的叫anapher 那这个中文我就不知道怎么翻译 比较后出现的mention 就如果这两个mention有co-refer的关系 比较后出现的叫做anapher 好那 你可能会不会说 那什么东西才算是mention 什么东西不算是mention呢 我这个讲起来就还颇复杂的 那我今天不打算要跟大家讲这些事情 我们只跟大家定义 我们只跟大家讲说一个co-refer的任务 我们到底要做到什么事情 在一个co-refer的任务里面 你就是要做到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 你要把所有的mention都标注出来 那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标注 singleton的mention 比如说 这边你可能需要把中加波标注出来 他的拳头标注出来 他也标注出来 另外这两个没生命的他也标注出来 但你不一定要把乐咖标注出来 那有人可能会问说 那高强算不算一个mention呢 这个就不好说 你知道mention的定义有时候比较模糊的 这边高强到底算不算一个entity 还是他指的只是某一种 某一种隐喻 这个就不好说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mention的定义是比较模糊的 但反正你今天会有一个corpus 就今天做co-refer resolution 通常是supervised的 所以你会有一个corpus 这corpus就会把你到底哪些mention 应该被侦测出来都标起来 都标起来 就像我这样把它画底线 把它标起来 那这个mention和mention之间呢 有时候有一些mention会被包含在另外一个mention里面 比如说他的拳头是一个mention 但是他则是另外一个mention 然后这些mention要被group起来 被group成一个cluster 那同个cluster的mention 就代表他们指的是同一个entity 他们是co-refer的关系 他们指的是故事里面的同一个东西 所以中加坡跟他 他们是属于一个cluster 他们都指的是中加坡 一个有为的青年 他白天读书 晚上 不是白天读书 他白天工作 晚上读书 假日批判 那cluster2 是他的拳头 跟这两个没有生命的他 就他的拳头 跟他 跟他 这两个他 他们都指的是中加坡的拳头 都指的都是人民的法锤 他们指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好 那这边呢 就是讲这个co-referent resolution这个任务 那就算这个co-referent resolution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总之今天我们遇到的machine learning的任务就是 给你一个句子啦 里面就是一堆token啦 那你要把有标注成mention的token sequence 把它找出来 而且这些sequence中间可能是有重叠的 再来你要看说哪些sequence是属于同一群 那这个标注也是有的 会有人给你全民费标好说 哪些mention哪些tokensequence算是同一群 那这样子的machine learning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来解它呢 这个就有点不好想了 它可能不是我们之前讲的八大类的NLP任务里面的任何一类 它好像也不知道要怎么用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那就是为什么我都把co-referent resolution 特别提出来讲 我们讲说怎么解 怎么用deep learning intrain一发 让它输出mention 也输出哪些mention 属于同一个cluster 就算你对co-referent resolution没什么兴趣 也许日后你在其他场合 也许甚至不是NLP 甚至不是云的任务 看到类似的问题 你也可以知道怎么套一个模型 去训练出你要的结果 好 那我们大概就讲到这边 我来回答一下同学的问题 好 一个同学问说 如果是复数 那该怎么label 我有一点不了解你的问题 哦哦 class会有重叠 不会有重叠 也就是类算是一个新的entity 如果我今天再加一个句子说 他们就去打了老板 他们指的是中加坡跟乐咖 那这算是第三个cluster 这算是第三个cluster 复数算是另外一个cluster 因为他们指的等于是新的实体 好 老师不好意思 陈建成问说 请问刚刚那个不只是代名词的意思是说 有时候这个anifer可以是普通名词 但一样有anifer的作用吗 antecedent好像 国高中英文有讲过关系代名词那边 另外找mention的部分跟ener好像有点像 好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跟ener有点像 是也不是像的地方就是 也许你可能会觉得说把这些东西标出来 把ener标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不要忘了今天mention 看mention间是可以有这种潮状的关系的 如果是一般ener的话 你没办法标这种 ener就是我看每一个 我就train个RNN 然后去侦测说每一个token 它算不算是在ener里面 但是你要怎么做这种状况呢 这种 这个mention包含在另外一个mention的状况呢 你需要别的内容来解这个问题 那这我们之后下一次讲的 好 这个anifer可以是普通名词一样有 anifer的作用吗 对 没错 就今天假设这个句子换成 人民的法锤今天不锤倒高墙 它不放下 那人民的法锤 就是corefer到中加坡的拳头了 所以人民的法锤可以是anifer 好 这样建成回答到你的问题了 好 那coreference的部分 我们就下次再讲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现在十二点十分了 我们就下课啦 好 那coreference resolution要解的任务是什么呢 首先给你一个句子 你要把这个句子里面 所有的mention 通通都标注出来 比如说在这个例子里面 中加坡是一个mention 它是一个mention 它的拳头是一个mention 那在这个引号里面的这两个没有生命的它也都是mention 你的machine要先把mention标出来 然后把mention标出来以后呢 接下来你的machine要自动决定说哪些mention 它们指的是同样的东西 哪些mention有coreference的关系 有coreference关系的mention 指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同一个entity的mention 我们就把它放在同一个class的里面 好 那这样说起来啊 coreference resolution这个任务应该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侦测出哪里有mention 第二个步骤就是决定哪些mention 应该放在同一个class的里面 那如果从这个两个步骤的角度来想 这两个步骤分别应该怎么用deep learning来解呢 我们先来看看怎么把一个句子里面的mention找出来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需要一个binary的classifier 这个binary的classifier它的input是一个span 也就是一串的token 它的output是什么呢 它output就是这一串token是不是一个mention 这是一个yes no的问题 这是一个binary classification的问题 你只需要训练出这样一个binary classifier 这个binary classifier就是看一段文字 看一个span 然后就告诉你说它觉得这个span是不是一个mention 然后就结束了 你就可以做出mention detection 但是这个mention detection跟我们之前做的什么segmentation slot filling 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它是比较复杂的 你不能够只是train一个单纯的binary classifier 每次吃一个token 然后看说这个token是不是在mention里面 这样做是不行的 你的binary classifier是要吃一整个span 看这一整个span决定它是不是一个mention 那之所以需要这么做 是因为今天在做mention detection的时候 mention可能会有这种潮状互相包含的关系 像我们在刚才举的例子里面 它的拳头是一个mention 但是它的拳头里面的它也是一个mention 所以如果你只是train一个classifier看一个token 然后决定说这个token是不是在一个mention里面 你就没有办法处理这种 它的拳头是一个mention 它也是一个mention这种状况 所以你的binary classifier是一次看一个span 然后决定这一整个span是不是一个mention 假设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binary classifier以后 那你要怎么用这个binary classifier做mention detection呢 你需要假设你现在有一个token sequence 这个token sequence的长度是n 它里面有n个token 那你只需要把这个binary classifier 跑n乘以n-1除以2次 把所有这个token sequence里面 所有可能的span通通都跑过一次 决定它是不是一个mention 就结束了 为什么是n-1除以2呢 这个是那个国小数学 就是有n个token 那你从n个token里面 cn取2取两个出来 取出两个token以后 其中一个当作span的开头 另外一个当作span的结尾 然后把这一串token sequence token的这个sub sequence 丢给binary classifier 让它决定是不是一个mention 所以n个token 你需要跑这个binary classifier n乘以n-1除以2次 那怎么tren呢 因为在training的时候 你有training data 在training data里面通常 人家都已经帮你标好说 哪些sub sequence 合起来是一个mention了 所以你会有训练资料 已经帮你把mention标出来了 所以训练资料里面有标起来 告诉你是mention的 它们就是positive example 这些positive example 丢到binary classifier里面 binary classifier要说它是mention 其他没有被标识mention的 那就是negative example 其他没有被标识mention的token sequence 丢到binary classifier里面 binary classifier就要说它不是mention 然后就tren下去 有训练资料以后就tren下去 就结束了 这是mention detection 那除了mention detection以外 第二步是我们要知道说 哪些mention应该被放在同一个class里面 这件事情怎么做呢 你一样tren一个binary classifier 那这个binary classifier 会吃两个东西 刚才在第一个步骤的binary classifier 只吃一个东西 现在我们的binary classifier会吃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都是mention binary classifier吃两个mention进来 然后它去决定说这两个mention 应不应该在同一个class里面 这两个mention 有没有co-reference的关系 这两个mention 是不是指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同一个东西 所以看下面这个例子 你就tren一个binary classifier 这个binary classifier 你把中加波丢进去 你把人字编的他丢进去 然后他就要 output yes 因为读完这个句子以后 他知道说中加波跟他有co-reference的关系 指的都是同一个人 或者是说把他的拳头 跟没有生命的他丢到binary classifier里面 他也要 output yes 因为在这个句子里面 这个他跟他的拳头 是指同一个东西 都是指正义的法锤 都指同一个东西 所以要 output yes 如果是乐咖跟中加波不是同的东西 所以就 output no 如果是人字编的他 跟没有生命的他 不是指同的东西 所以就要 output no 那你现在有训练资料 训练资料已经告诉你说 哪些mention属于 哪些mention指的是 在现实生活中同一个东西 那你就tren一个binary classifier tren下去就结束了 那假设现在总共有k个mention 这k个mention怎么来的呢 那是从上一个阶段的mention detection来的 在上个阶段 你已经先决定说 有哪些span 哪些token的subsequence 哪些token组合起来是一个mention 所以你已经侦测出k个mention 接下来你就拿这个binary classifier 把这个k个mention里面 那些mention 两个两个拿出来丢到binary classifier里面 由这个binary classifier决定 哪两个mention应该算是coreference 哪两个mention指的是同样的东西 然后就做完这两个步骤 这个coreference resolution就结束了 但虽然这两个步骤都是用deep learning做的 但是我怎么知道说今天就是要end to end 分成两个步骤 还不能算是真正的end to end 还不能够算是真的硬券一发 那要真的硬券一发你要怎么做呢 你要把这两个binary classifier的功能绑在一起 我们只需要一个binary classifier就好了 这个binary classifier它吃两个span 它吃两个token的subsequence 接下来就output yes跟no 就结束了 这个binary classifier output yes的时候 到底要什么意思呢 如果这两个span 它们都是mention 而且 这两个mention 它们指的是同一个entity 它们是有coreference的关系 binary classifier 就output yes 反之 只要刚才讲的有一点不成立 这两个span里面 其中的不是mention binary classifier就会output no 或者是就算这两个span 它们通通都是mention 但是它们不是指的是同一个东西 它们没有coreference的关系 那binary classifier也会output no 然后呢 就没有然后 就把这个binary classifiertrain下去 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蓝色的classifier 跟绿色的classifier 它们可以做的事情 它们的功能绑在一起 变成黄色的classifier 本来这个蓝色的classifier 它要看一个span 决定是不是mention 然后绿色的classifier 看两个mention 决定它们是不是coreference 现在直接用个黄色的classifier 来取代这两者的功能 这个黄色classifier 给它两个span 然后决定 这两个span 到底是不是mention 然后这两个mention 到底是 如果它们都是mention 那这两个mention 到底指的是 不是同一个东西 好 那这个就是end to end的training 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提出来 我在 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我开手机看一下 这个聊天室里面的问题 所以大家有问题随时都可以提出来 我都是看得到的 好 那怎么train这个binary classifier呢 就train下去 就train下去 好 那如果我们要用这个binary classifier 来做这个coreference的话 我们总共要把这个binary classifier 跑几次呢 好 我们来算算看 我们现在有n个token 所以总共有几个可能的span呢 总共有几个可能的span呢 总共有几个可能的span呢 就是cn取2 有n乘以n-1 除以2个span 我们假设这个数值就是k 这个k呢 会挺大的 然后接下来呢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的binary classifier 要把这k的span 每次取2个出来 丢到binary classifier里面 所以你需要跑这个binary classifier 蛮大 蛮大 但又不是超级大的东西啦 就是说n的4四方挺大的 但是它不是exponential 所以你也不是不能算 是勉强可以算 但是挺大的一个数字 那没有关系 我们等一下会看说 怎么用一些approximate的方法 来让你的time complexity 不要那么大 好 怎么train这个binary classifier呢 你就给这个binary classifier 两个span 然后接下来 告诉那个binary classifier说 现在看到这两个span 我们到底要output yes还是no 比如说 中加坡是一个mention 但是举起他的拳 不是一个mention 所以把中加坡跟举起他的拳 给这个 end to end的binary classifier看 你就告诉他说 这个时候你要输出no 那如果你把 他的拳头 跟没有生命的他 都丢给这个 end to end的binary classifier看 他就要输出yes 然后这就是一个二元的分类问题 然后硬券下去 就结束了 那其实correference resolution 这个部分我省略了一个东西 就是mention ranking的model 也就是如果你要真的把correference resolution 这个东西做好的话 你不能单纯把它当作是一个binary classifier的问题来看 你可能需要把它当成一个ranking的问题来看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的重点不是在 告诉你怎么做出一个最好的correference resolution的model 我们重点是告诉你说如果deep learning要解这个 表面上不知道要怎么用deep learning解的问题是怎么做的 我们主要是想要看看deep learning怎么解这样子的问题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特别讲mention ranking的model 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读一下 那个Dan Jarefsky的教科书 就在那个chapter 22.4有记载了 好那我们圈完这个binary的classifier以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binary的classifier 实际上长什么样 今天呢 给你一个token的sequence 你的起手式是什么呢 你的起手式是 就是就先把它丢给bert 今天你看到一段文字 你的起手式都是先丢给bert 或者是elmo等等 betran的model 所以每一个token 都变成一个embedding 那其实这边的每一个embedding 都是看了这整个token sequence以后 才产生出来的 好那接下来呢 你就要有一个spam feature extraction 把你现在要考虑的spam 我们现在要train个classifier 它要持两个spam 当作input决定 它们是不是有coreference的关系 好那每一个spam 你都通过一个spam feature extraction的module 等一下我们再讲说 这个spam feature extraction的module 是什么 你通过一个module 把这个spam里面的embedding 汇聚成一个embedding 但你不用担心说 我们现在把这些embedding 汇聚成一个embedding 它会不会只看到这一小块范围里面的资讯 不知道这整个句子的资讯呢 不会 你想要知道这整个句子的资讯 那前面elmo跟bert 早就帮你处理好了 他已经帮你处理过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这个embedding 会不会只看到这个spam的资讯 因为产生这个spam里面的embedding 你其实已经看了整个句子的资讯了 好每一个spam都变成一个vector 那接下来呢 你会有一个 这个mention detection的module 那这个mention detection的module 它是看一个vector 然后决定说 这一个vector 是不是一个mention 好 那所以这个 讲 所以呢 这一个spam 会得到一个分数 这一个spam 也会得到一个分数 而接下来呢 你还有一个module 它是看两个spam 然后输出一个分数 接下来呢 你把这三个分数 组合起来 这边所谓组合的意思是 简单来说可能就是相加 但你可能可以用更复杂的方法来处理它 比如说再train一个network 再用几个 futely connected的feed forward network 把这三个分数读进来 我在文献上通常也不常见到有人这么做啦 常见的做法就是这三个分数 直接加起来 就是你的classifier最终的输出 然后你在train这个classifier的时候就告诉它说 如果这两个spam 这两个subword 这个token的subsequence 它们都是mention 而且它们有coreference的关系 这边就output yes 或是这边分数就越大越好 反之 如果这两者有其中的不是mention 或者是它们都是mention 但是它们 没有coreference的关系 那这边输出的分数呢 就要越小越好 好那这一个binary classifier 就end to end的train下去 就结束了 所以这是它的输入 这是它的输入 这是它最终的输出 然后end to end的train下去 就结束了 好那我来看一下spam feature的extraction 是怎么做的 但在实作上你可以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做法啦 不过在coreference resolution里面呢 常见的一种做法是这个样子 你有个spam 假设这个spam里面有四个embedding 那你把这个四个embedding的开头跟结尾取出来 开头结尾取出来 那接下来呢 你可以说我把这四个embedding直接做平均 当作额外的资讯也加进来 但是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是 就是我们把这四个embedding做weighted上 它的weight是要多少呢 你train另外一个module来决定它的weight 所以你有个attention的module 这个attention的module 就是看一个vector进来 它会off一个scaler决定说 这个embedding它有多重要 所以把x1到x4 通通丢到attention的module 就得到alpha1到alpha4 那这个就是跟一般的你所知道的attention 运作的那个机制差不多了 那就把alpha1到alpha4 对x1到x4做weighted上 加起来得到attention 所以你把开头的资讯取出来 结尾的资讯取出来 整个spam里面所有的embedding做weighted上 那你就得到这三个vector 把这三个vector串起来 就是这边这个spam feature extraction的output 那这个attention的机制可能是重要的 因为其实在一个mention里面 往往不是每一个token都重要 举例来说有一个mention叫 湖边小屋 那你可能比较不在意这个小屋是不是在湖边 你可能真正在意的是它的性质是一个小屋 那到时候你看到其他的mention可能跟房屋有关的时候 你可能都可以推测说那些跟房屋有关的mention 指的都是前面提过的湖边小屋 那如果你今天用这种attention的方法 可能就可以让机器比较focus在小屋的资讯 比较不focus在这个小屋的特征上面 好那这个是spam feature的extraction 好那刚才有讲过说 我们今天如果真的要用这种mention的方法 做correference resolution 运算量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运算 就有点大 它是句子长度token sequence长度N的四次方 有没有办法让它变得比较小一点呢 在实作上你可能会这么做来减少你的运算量 好我们刚才有讲说 我们在训练整个mention model的时候 其实其中有一块是mention的detection 那我们其实可以把mention detection的部分先拔出来 先做mention detection 你说trend的时候是n-to-n trend 但是在influence 为了减少运算量 你其实可以把mention detection的部分拔出来 先做第一次的filtering 所以你可以先把mention detection的部分拔出来 先跑N乘以N-1除以2次 先把你觉得可能是mention的地方先框出来 然后再去决定说mention和mention间2两 mention和mention间2两是不是属于同一个cluster 那你可以先做一下filtering 先只filter出k个mention 再做接下来的process 那假设这个k原小于n的话 那你就可以大幅减少你的运算量 另外一个非常有用的 常用的来减少运算量的方法 是限制一下你的mention的长度 因为假设你的mention的长度没有限制 那你在做mention detection的时候 你也要跑N乘以N-1除以2次 你也要跑N平方的complexity 这么多次的mention detection 那这可能也是颇花时间的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限制你的mention的长度 假设说你限制你的mention的长度 最多不能超过10个token 那这个时候你的complexity 就不会是N平方了 假设你决定说你的mention 不可以超过10个token 那你的complexity就是10乘以N 就不是N平方的 所以你可以透过限制你的mention 可能的长度这件事情 又再度减少运算量 你可以减少mention detect 这个部分运算量 从N平方到N乘以你的mention的长度 现在已经做了filter 决定说有k个mention 是我们真正要去考虑的 我们先决定好说 在第一阶段先决定好说 有k个time span 是我们真正需要去考虑的 接下来完整的model 就只需要跑k乘以k-1除以2次 就好了 第一阶段已经把绝对不可能的先filter掉 只保留比较有可能的span 来跑完整的模型 决定它是不是一个span 决定这两个span 它们到底算不算是coreference的关系 好那这个就是coreference resolution 那这个是文献上的一个结果 那各式各样的拿来抽embedient 方法动人做过了 最早在还没有bert 还没有elmo的时代 coreference resolution 就已经可以end to entrance了 你可以用lstn 那后来当然有人用了elmo 后来当然也有人用了bert 好那这个是文献上结出来的结果啦 那这个结果还蛮有趣的 举例来说给机器读这个句子 以后呢 机器看到a fire in a factory 那他知道说a fire in a factory 是一个mention 然后他知道the blaze 就这个火焰是一个mention 而且他知道这个a fire in a factory 跟the blaze 它是coreference的关系 他们指的是同样一场火灾 而且今天这个夸号里面 这个小夸号啊 代表一个mention 然后这个小夸号里面的颜色 代表我们在做一个spin feature extraction的时候 的这个attention的weight 颜色越深 代表attention的weight越大 所以表示说你的模型知道 在这个mention里面 最重要的词汇是fire 在这个mention里面 最重要的词汇是blaze 然后他知道说这个fire 就是这个blaze 他们指的是同样一场火灾 然后在这一个mention里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小的mention 就是factory 工厂本身是一个mention 而你的model居然知道说这个factory 跟the four-story building 跟这个四层楼的建筑物 指的是同的东西 而且他知道说在这一个mention里面 factory是最关键的词汇 在the four-story building里面 这个building是最关键的词汇 然后这个factory指的就是这个building 然后这边有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也是一个好的结果 machine知道说 a region of central Italy 跟the area 跟这边的代名词it 指的是同样的东西 当然machine也是会犯错的 接下来两个例子就是machine犯错的例子 好这边呢 machine觉得the flight attendants 跟the pilots 是指的是同一个东西 但其实不是 虽然flight attendants跟pilot 它们是有关系的 但它们并不是同群人 但是machine不知道这样 那作者在paper里面有给个common 他觉得说 这个是were-embedding的问题 不过这个是从比较旧的用LSTM的 那个glove跟LSTM的旧的paper 解出来的了 那我不知道今天用bird的话 结果会不会好一些 就是了 而接下来有一个很难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machine答错 感觉是情有可原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这个machine觉得说 prince charlie and his new wife 卡蜜拉 查理王子跟卡蜜拉 是一个mention 然后他们跟laire指的是同一个东西 这个没问题 但是他又觉得说 查理王子跟卡蜜拉 和查理王子跟戴安娜 是同群人 那对马逊来说 他可能读完这整篇文章 觉得说 这边都有查理啊 戴安娜跟卡蜜拉 都是女生的名字 也许戴安娜就是卡蜜拉的别名吧 所以这个mention 跟这个mention 他们是有correference的关系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说 不是 而卡蜜拉跟戴安娜 不是同一个人 是不同的人 那这个我觉得是需要 对这个世界有更深的理解 需要对这个世界有一些 background knowledge 需要有一些word knowledge 有一些common sense 才能够真的把 coreference resolution 这个问题做好 这个可能不是单纯 读这篇文章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好那刚才讲的coreference resolution 的model 嗯 还不够end to end 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更end to end 的想法 是这个样子 好那这是一篇ACL19的paper 那这篇paper它主轴并不是focus 在要解这个coreference resolution 的问题 它是这样讲的 它是想要解在对话里面 你的chatbot 不容易考虑整个对话的history 的问题 啊 举例来说 现在人跟你的那个 那个chatbot说 呃 你的人说啊 没希有多高 然后chatbot说 官方说法他的身高 是5英尺 7英寸 接下来人说 他和希罗 谁是最好的球员 那如果你今天你的chatbot 他算可能是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 但他只会看人输进去 现在的sequence 决定说他要output 什么样的sequence 那他就不太可能答对这个问题 因为他不知道 他和希罗 谁是最好的球员的 他指的是谁 所以怎么办呢 在这篇paper里面 呃 这个这篇paper 期待说 我们能不能够把他 用coreference resolution的方法 换成梅西 就是另外一个model 去读了这整段对话的记录以后 知道这边的他指的是梅西 把他直接换成梅西 把这个句子 把人原来书的句子 他和希罗 谁是最好的球员 直接改写成 梅西和希罗 谁是最好的球员 对话没有办法考虑 history资讯的问题 所以他们有处理另外一个这样子的状况 人说你最喜欢什么电影 然后你的机器说 泰坦尼克 那人说 为什么呢 如果今天你的机器不会看上下文 人问为什么呢 机器就 就 就 就晕眩了 还不知道说要回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什么什么为什么 这样 那你要把 那你可以把这个句子 为什么呢 根据上下文改成 为什么 最喜欢泰坦尼克呢 那这可能不是一个coreference resolution 的标准的问题 不过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把为什么呢 改成为什么最喜欢泰坦尼克呢 然后丢给你的机器看 那这样机器比较有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而在这篇paper里面 是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是怎么改写这些句子呢 就 暴力收集data 暴力收集data 先告诉我们训说 看到这个句子 就要改成这样 看到这个句子 就要改成这样 找很多公读生 把这些 这些成对的资料 都收集好 然后接下来 train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model 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model 把这些对话 读进去 然后output 新的句子 output 修改后的句子 output把它换成梅西的句子 就结束了 那从co-reference resolution的角度来看 这也许可以看作是co-reference resolution的一个新方法 因为我们知道说做co-reference resolution的目的 是为了在接下来的NLP的downstream task做起来更容易 我们可以把一些代名词 换成它所真正指涉的那个名词 那这样接下来的NLP的系统 比如说QA 就比较不会犯错 那我们在我们刚才的讲法里面 我们需要多一个很复杂的模型 来侦测说哪些mention是属于同一个cluster 但我们其实也可以做的更简单一点 假设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代名词 换成某个名词的话 那我们就标一组训练data 这组训练data就是把代名词统统统 换成它正确所指涉的名词 然后train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model input是有代名词的句子 output是把那个代名词换成 我们要它指涉的名词的句子 然后就结束了 这样感觉也是一个很简单的 真的N2N硬做暴力结构 co-reference resolution的方法 那在co-reference resolution里面 还有很多进阶的问题是今天没有cover的 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刚才在做这个clustering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是真的做clustering 我们是把mention两两拿出来看 然后决定说这两个mention 它们是不是则是同一个东西 只要是指同一个东西 就把它们放到class里面 所以你今天可能会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假设你在句子里面已经确定有三个mention 一个是Mr. Li 一个是Li 一个是Shi 那你今天其实 如果你train一个mention detector 然后这个mention detector 看这两个mention 决定说它们是不是 你今天train一个co-reference resolution的model 这个model看这两个mention 决定它们是不是指的是同样的东西 它可能会看Mr. Li跟Li觉得它是同的东西 但是问题是如果你把这三个mention摆在一起 把这三个mention都放到同个class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说这里一定有问题 因为这三个东西根本没办法放到同一个class里面 因为Mr. Li已经告诉我们说Li指的是一个男性 但这边又讲一个Shi 那就有问题啦 就很奇怪啊 所以怎么办呢 你需要在cluster的层级去决定说 今天你的co-reference的结果对不对 那当然有一些文献在考虑cluster层级的information 好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讲的co-reference resolution都是supervised的 也就是说你要做co-reference resolution 得有人先帮你标好资料 帮你标好说哪些stancemention 然后哪些mention应该放在同一个cluster里面 有没有可能做到unsupervised的co-reference resolution呢?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不可能的 有一篇ENNLP19的paper里 它里面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 我们能不能够在做co-reference resolution的时候 我们就把一些代名词直接盖住 然后用一个pre-trained的 比如说bert的model去决定被盖住的部分 应该是什么词汇 举例来说这边有一个句子是 Gina arrived and she is furious with Dennis for not protecting Judy from Kingsley as he was meant to be the parent 那he这个代名词指的到底是谁呢? he指的是Kingsley吗? Judy吗? Dennis吗? 还是Gina呢? 不知道 我们要做co-reference resolution 来决定he指的是哪一个人名 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unsupervised的做呢? 也许不是不可能的 怎么unsupervised的做呢? 我们把he呢mask起来 然后丢给bert 那bert他在做的事情 不是就是把mask的部分补回去吗? 这个就是bert最擅长的事情 这个bert就是bert在training的时候 所做的事情啊 bert做的事情 就是把某一个词汇mask起来 然后把mask的地方补回去啊 那我们就看bert在补回去的时候 他补进去哪一个人名 如果他补进去Dennis 我们就说he指的就是Dennis 如果他补进去的是Kingsley 那我们就说he指的是Kingsley 那你可能会问说 也许这个补进去的就还是he啊 你把he盖起来 那补进去的也许就还是he嘛 那我们就要求mation不准补代名词 在所有不是代名词的词汇里面 你觉得补哪一个词汇 几率最高 补哪一个词汇是最正确的 那你也许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做到co-reference resolution 不过当然单纯这样做可能会有些问题啦 举例来说 he只是一个token 所以你把它补进 你把它丢到那个BERT里面 它也只会补一个token给你 那如果你要紫色的东西是两个token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未解的问题啦 那这是一个还尚待研究的问题 那这个呢 就是一些reference给大家参考 那co-reference resolution的部分呢 我们就讲到这边 那就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要问的 有没有问题要问的 有没有问题要问的